老公能患,弟弟就一个,妻子无原则伏地膜,离婚三天就后悔了 以前有很多女的就会说,哎呀,我们家老公就是个妈宝兰 妈宝兰我们大家都知道是形容男性的 现在如今的社会越来越多的伏地膜了 这个伏地膜大家也知道,但是还是有很少的人不知道这伏地膜是什么意思 这伏地膜也就是女性的这类讽刺的词了 我认为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都要懂得 人必须要学会为自己而活,活成了自己的样子才能有资格去爱自己爱的人 伏地膜的前提不是有个弟弟,而是有个不争气的弟弟 不管是哪种都离不开一个核心,就是家庭价值观 这对一个人的影响是很大的 有什么样的父母教育什么样的孩子 父母对我们一生的影响很大的 家有兄弟姐妹不可怕,可怕的是啃老 一些孩子觉得父母年龄大了,管不了自己了 除了社会就开始整天,无所事事啊,不务正业的 就知道吃吃喝喝,闲逛啊,打游戏啊 理直气壮的花家里的钱,花兄姐的钱 但是后来渐渐发现了,每家情况不一样 不是所有的孩子不争气,都是因为溺爱,还有家庭变故的原因居多 父母有责任,一些贫困的父母用更多的时间来养活孩子 而忽略了孩子的教育 他们也没有什么文化,也不知道怎么样去教育一个孩子 这也是导致那些孩子游手好闲的重要原因 前几天呢,收到一位粉丝的张晓的投稿 他说呀,他有一个弟弟,就是为了弟弟呢,导致他的婚姻呢 无法经营下去了 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呢,一起来看看 喜欢小婷视频的朋友们,记得点赞三秒,祝你一下哟 你们的点赞加关注呢,就是对小婷的最大支持了,谢谢大家哟 张晓是个家境比较可怜的女孩 长大后啊,嫁了一个好老公 但最后呢,还是以离婚而告终的 张晓是母亲20岁的时候生的 当时母亲家里人口多呀,吃不上饭 就经人介绍了,嫁给了张晓的父亲 那会儿张晓的父亲呢,已经30岁了 父亲在当时啊,在工厂上班 家里呀,不说大富大贵的吧 但吃喝呀,是不愁的 那会儿呢,是中国的八九十年代 为了能填饱肚子 张晓母亲嫁给了一个比自己大十多岁的一个男人 结婚后呢,两人的感情呢,并不好 结婚第一年呢,就生了张晓 张晓是个女孩,父亲一直想要个儿子 可母亲呢,不想生了 两人为此啊,没少吵架 最终呢,在张晓五岁的时候 母亲又生了弟弟张薇 生下张薇后啊,父亲与母亲的感情呢,彻底破裂了 两人整天吵架,吵得不可开交 在生下张薇五十天的时候 母亲一气之下走了 照顾张薇和张晓的任务呢 就落在了他们奶奶身上 张晓奶奶那会儿也年龄比较高 七十多岁了 所以呢,长姐如母 照顾弟弟的责任呢,落在了姐姐身上 在张晓很小的时候,就要照顾自己的弟弟 说是一个姐姐,其实呀,完全充当了妈妈的角色 张晓九岁的时候就会做饭了 那是很多人刚上二年级的时候 张晓每天放学呢,就开始做饭了 弟弟呢,坐在小桌子上写作业 张晓的奶奶眼睛呢,一直不好 等张晓稍微大一点的时候呢 奶奶的眼睛呢,几乎就看不到了 父亲呢,每天要上班,家里张晓就跟一个小大人一样 照顾着家里的里里外外 张晓是村里出了名的董事的好孩子 人人见了都夸张晓董事 在张晓十岁的时候,父亲的工作的场子倒闭了 父亲面临着下岗 那时候张晓许久未见的母亲出现了 母亲当年走的时候就没有再回来过 如今回来呢,也是和父亲办理离婚证 因为他要改嫁了 弟弟张薇对母亲呢,更是陌生 五十多天的时候妈妈就离去了 从小丝毫没有感受过母爱 那天母亲来看张晓和张薇 给两个人买了新衣服 提着一大包零食 张晓当时开心极了 母亲陪伴两人待了一会儿后啊 事情办完就走了 那会儿张晓已经明白 母亲呢,又怀孕了,要给别人当妈妈了 内心呢,十分的难过 心里特别想网留母亲 可嘴上怎么都说不出网留的话 只有在妈妈走后 自己一个人默默的流泪了 看他哭了,弟弟也嚎啕大哭 那一刻张晓心里暗暗发誓 这辈子没有妈妈也没关系 自己一定会照顾弟弟 张晓对弟弟特别好 舍不得让他弟弟吃一点苦 弟弟的衣服呢,都是他亲手洗的 父亲给张晓的牛花钱呢,都舍不得花 上初中时呢,张晓一周才能回一次家 每次回家都是给弟弟带一堆东西 有学习用品,有小零食 自己在学校除了吃饭 什么都舍不得乱花 上体育课,大加天的 连一根冰棍都舍不得买 张晓上高中的时候 弟弟刚好上初中 那会儿呢,弟弟饭量大 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张晓每天从自己吃饭前中呢 分五块给弟弟 那会儿学校的饭比较便宜 最便宜的一碗草米饭呢,三块钱 可弟弟上了初中后啊 因无人管教 经常和一个宿舍的人去网吧上网 早上呢,才回来上课 一天呢,都没有精神 一有钱呢,就去网吧上网 还跟别人学抽烟 周末的时候呢,不回家 就在宿舍住 不是去上网吧,就是去训酒 直到有一次 弟弟上网回来 翻墙被学校抓住了 学校让教家长 他不敢让父亲来 就让张晓来 张晓来呀,也被老师劈头盖脸的骂了一顿 这时候张晓才明白 弟弟把钱呢,花在哪里了 弟弟事后呢,也向张晓保证了 自己肯定改正 让张晓啊,别跟父亲说 父亲呢,比较严厉 知道弟弟呢,就要挨打了 毕业时呢,张晓没考上大学 弟弟呀,没考上高中 姐弟两个呢,就只好出社会找工作 弟弟那会儿还小,就在家里待着 张晓经人介绍,在水泥厂上上班 一个月管吃管住,还有工资 一个月呢,他给弟弟三百块钱留花钱 弟弟拿着钱,经常连饭都不吃 整天泡在网吧,谁的话也不听 父亲呢,也管不了弟弟 张晓在水泥厂工作了两年后 水泥厂厂长,看张晓干活挺认真 还是单身 于是呢,就给张晓介绍了自己的侄子 留心,也就是张晓之后的老公 两人第一次见面呢,就看对眼了 没过多久呢,就开始恋爱了 恋爱后呢,刘晓知道了张晓小时候的事 特别的心疼他 见了张晓的弟弟后呢,也觉得格外的亲切 两人恋爱半年后,就结婚了 结婚后呢,张晓就辞职了 当一个家庭主妇 刘晓挣钱养家 那会儿呢,弟弟刚成年 张晓吧,给他找了一个工作 弟弟看不起打工的活 整天呢,就在张晓家住吃喝 都在张晓家 张晓呢,还一个月给他1500块钱留花钱 那时候张薇认识一个做生意的人 对方呢,想开一个网吧 张薇呢,也十分感兴趣 可对方钱不够啊 想找一个合伙人 这时候张薇打起来主意 对方需要12万元 张薇呢,去借了凑了3万块 离12万还有点远了 剩下的他求姐姐张晓借给他 张晓觉得不靠谱 可张薇一直保证不会有问题 张晓就把婚礼收的彩礼钱呢 差不多9万多借给了他弟弟张薇 果不其然,那个人拿到钱的第二天就跑了 张薇被骗了12万了 等张晓老公知道后啊 那个时候呢,钱已经被骗走了 刘欣埋刘晓不跟他打招呼 就擅自借钱出去 两人呢,也因为这件事情 大吵了一架 又过了两年 刘欣把张薇借的钱都还了 还有了一点多余的钱 刘欣呢,想今年年底买个车 可还没有等到年底呢 张薇又欠了5万多块钱的高利贷 高利贷的人呢,来找张晓跟他要钱 张晓一股老的又把高利贷给弟弟还了 这时候啊,刘欣彻底的生气了 家里呢,稍微渴一点了 张晓啊,就开始无节制的伏地磨了 两人大吵一架 吵到了离婚的地步 没想到呢,张晓就一句话 老公能换,弟弟就一个 就因为这一句话呀 两人就离婚了 离婚后呢,张晓搬回家住 弟弟呢,又接了高利贷 跟人家学做生意亏本了 这场又被高利贷的人呢 堵在家门口 弟弟跟张晓要钱 离婚了,张晓也没有钱了 没想到弟弟老羞成怒啊 见张晓没钱了 对他大骂,甚至还动了手 这时张晓格外的后悔 老公说自己是伏地磨 一点也没有错 可如今离婚了 后悔也没用了 很多人现在的想法呢 就是娶妻不娶伏地磨 因为别人决定 无底线的伏地磨呢 就是一个无底洞 在小婷看来呀 夫妻双方帮自家人都有限度的 不然呢,迟早要上火的 我们既然结婚了 就要理性 不能把娘家的事 看得比自己家还重要 弟弟没钱 没结婚的时候呢 帮他是应该的 但凡事都有固度 要夫妻商量同意后才行啦 不要自己擅作主张 这样你老公可以忍受你 你公婆未必答应你 这么对人家儿子 以上呢 就是张晓的全部故事了 朋友们 你们是怎么看待 现实生活中的伏地磨呢 欢迎视频下面留言 一起讨论哟 这期视频呢 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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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